听说这个店是可以治愈这种私乡的中国费的一个地方 我们慕名而来看看到底怎么样 这家店的位置应该是位于释迦堡 这个名字叫皇后明州 跟这个出于万截的皇后明州属于一个公司 它的分支 上次我们去那家皇后明州 结果呢他这个休假 今天我们终于又来到这 这叫什么 这叫执着呀 皇后州属 这个地方叫什么 石家宝吧 你看这人啊 真多呀 还是赵长啊 排队 排到14号 后排队 目测 这店里头90% 都是华人 当然也有部分 亚裔啊 可能菲律宾啊 或者是什么 其他东南亚的地方 来到 哎呀 瞧这烤鸭 叉烧肉 看这这么诱人的 这还有脆皮皮 哎呀不好意思 这么多人还在等呢 我们先等着座位了 这客人太多了以后啊 服务员忙得飞鞋啊 现在 招完一个赶紧搬下下一个 菜没上来之前 先悠闲的喝喝茶 看看手机 上菜真快呀 鸭肉很快就上来了 其实万姐那家 比这家大得多哈 对 好车是比他们家大 坐着也宽松 是不是 对 比这个大 我感觉五六倍都不止 是不是 有点拥挤 这个就确实是有点拥挤 不光是拥挤 而且这个 很局促 很忙碌 这个这个就给人感觉好像 用私人话话讲 叫很闹热 牛杂面 这个很香肚啊 这面一看 非常的细 牛肉汤 很清凉 这个粥啊 加了五六种 各种这个 蘑菇 然后 据说是非常的 怎么讲 提高免疫力啊 哈哈哈哈 嘿 可以啊 可以可以 看着就不错 有料啊 嗯 这一大碗 咱们三四个人吃 没问题 没问题 这量可以哈 嗯 可以 确实可以 来这粥里面 有点咸肉啊 除了蘑菇还是咸肉 嗯 嗯 咸香 嗯 咸香 这个什么 柴菜 有种柴菜 柴菜吗 还是什么 柴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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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来什么吃什么 来的差不多 都得炸 这个充分吸取了 在那个居龙轩的教训啊 所以点的比较少一点 但是呢 一不小心还是点的有点多 这个料非常大 所以提醒朋友们如果在这的话 这个量一定控制住 我这种冷天喝个粥真是舒服 来 尝尝这个牛杂面 底下还有蒸菜 是吧 给这么多牛杂 赶紧尝尝 我先给你尝尝 这个牛杂面做什么 怎么样 味道 脆脆的 软软的 好吃 那个美国的那个 味儿特有的味儿 很新鲜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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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面是 是这种面吗 嗯 对 这个面特别的细 里面 有鸡蛋 然后呢 有碱 就是 其实就是碱鸡蛋面 但是做得非常细 非常好吃 哦 红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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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辣椒 只有红醋 再搁点 我尝尝味道怎么样 嗯 我把这个面里加了点红醋 加了点胡椒 尝尝有什么味儿 不错 来吧 金钱肚子 嗯 嗯 不错 很抽谈啊 做点 有没有治你这个中国味水很糊的事儿 以解相思之仇 哈哈 吃饱了不想这样 对 蒜蓉 再来点 这什么 蒜蓉豌豆尖 清清爽爽 是吧 配这粥 这喝起来比较清爽 这瓶豆尖上 还撒上了花生碎 这服务员的手脚非常麻利 没办法 旁边就是凹带骨的人嘛 等着吃呢 一边看着别人坐那吃 一边流着口水 一边焦急的等待 这一桌翻一桌呀 翻台非常的快 哎呀 这人真多呀 这人多也丝毫不影响咱们的心情啊 是不是 不影响热闹 这不就跟那个北京一样吗 金鼎轩 金鼎轩 对对对对 在那个市城不就有一个吗 金鼎轩金鼎轩也有一个 金鼎轩也有一个 最早咱俩还去那个 那个地毯那儿的那个 那老店 哦有 是的吗 是是是 那的人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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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那个咱们红油超少他做的不错 对对对 还有他的那个叫什么云吞面 他做的那个大虾混沌 和那个做的味儿特别变得 对 嗯 这毕竟是皇后粥品啊 皇后亲自做的粥 多吃点啊 这牛杂就是香港街头的那种小店铺 卖这东西 有些时候呢是 那牛杂上来拿个茧子 卡叉卡叉卡叉 剪一剪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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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我在那个全山吃过一个街头的面馆 特小一小的两 对对对对 哎呦 但是那个面特好吃 对 香港人这个做面的功夫很厉害 家家都有这个自己的秘方 做出来都不一样 但是呢 这个确实是 让你一吃你就知道 没几十年的功夫 没有点老家底做出来 这几个菜哪个对你来说印象比较深刻 爱喝你粥 我觉得粥挺好喝的 我觉得也是 不会是这个做粥的皇后 做出来真是不错 那个鸭子也好吃 烤鸭啊 烤的 皮这个酥脆 跟那个巨龙鲜比 跟巨龙鲜的那个 跟这稍微有点差别 有点差别 那个更脆一些 它这而且上菜特快 巨龙鲜快 快多了 后厨 估计厨子比较多 所以你看这个效率非常高 得赶紧翻台啊 不能等 那顾客等极了以后 对吧 下次就不来了 不高兴了 这个效果 实际上 实际是封减游人 要吃这个大餐硬菜 龙虾什么都有 对 你要吃一般的家常的 对也有 而且这个价格非常的实惠 这个又好吃 又便宜 跟那个巨龙鲜有点相似 对 又好吃又便宜 好吃已经很难得 便宜更不容易了 我觉得今天咱们还是点多了一个菜 应该不要那个青菜 就好了 我想问问你 你觉得今天这家吃的和咱们前两天吃的那个巨龙鲜比 那个味道更好一点 我觉得巨龙鲜更好一点 你的感觉呢 我觉得也是 是吧 嗯 这个呢就是感觉的没有那么精细 是不是 哎 今天感觉的那个精细 而且呢 打色 感觉那个味道的打色 高一点 好嘛 这上菜的量比较大 感觉那个盘是海盘 盘那叫海盆 大盆 好家伙 我感觉一个菜 就够俩仨人吃的 都是硬菜 哎呀 所以不要点多了 来这儿 来 照例咱们评价一下 如果满分十分 你觉得这个店 你给几分 十分啊 我觉得 给它 八分吧 啊 我给它八点五吧 粥 粥 加上烤鸭 加上一碗粉 再加上 一个炒蔬菜 哎呀 总共才多少钱 五十六块七毛八 哎 可以 真是 挺便宜哈 嗯 还不错 哎呀真是 这个感觉好像比萨屯太便宜 对比萨屯便宜 萨屯咱俩要吃一顿中餐 嗯 穿菜的话 俩人也得五锅了 对 对 是吧 真是 这家店的特点呢 就是量很大 啊 同时呢 这个怎么说呢 价格很实惠啊 再加上什么的 这个 也有些菜品吧 做的也非常不错啊 这个值得推荐 皇后周品 很值得推荐 很值得推荐 就是点的时候 一定要酌情来点 哈哈哈 对 对 好 感谢大家上赞今天的节目 我是小马哥 下次节目 我们再见 记得